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。 据报道,当地时间1月31日,美国将首位庇护申请员送回墨西哥,这是一名去年随着移民大军抵倒美国边境的55岁宏都拉斯男子。 国际特赦组织的多名高级官员,指控特朗普政府,将寻求庇护者推向险境。 国际特赦组织爱尔兰分会负责人科尔姆奥哥尔曼在简报中指出,美国的行为显然已经构成了驱逐和遣违,也就是把面临迫害风险的人送回险境,他们很可能会受到更大伤害。 特朗普曾下令,不允许大批跨境抵美的中美洲移民申请庇护,遭到美国法院奉学后,去年宣布了这项成为留在墨西哥的新政策。 而国土安全部,后来加此政策改称为保护移民预定书,国际特赦组织加拿大分会秘书长亚利克斯·尼夫表示,美国以安顿能力不足,作为这项新政策的理由,显得荒谬。 尼夫说,这只是尽可能使避护制度无法实现,至惩罚性和令人恐惧的一项措施,以使政府得以下阻其他移民入境美国。 但根据国际移民法律,下阻。